他来了他来了 蓝冉大人带着他的破命们走来了 冬季决战给大家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失魂记也在为决战做着最后的准备 三本组队长给聂简历安排的工作 就是派人去县市 调查蓝冉那边的行动 聂简历回到老巢 就开始挑选去县市的合适人选 身为队长的他 自然要身先士足 你们爱谁去谁去 反正老的是不去 十二番队的队员在队长的带领下 心往一处想 进往一处时 纷纷投药的跟波浪鼓一样 谁也不肯领名去县市 最后还是怂包胡府被迫自告奋勇 领取了去县市这个工作 据说要跟四番队的一个人一起去 胡府终于看到了川前门 这时候他吃货的本性终于暴露了 怪不得他会自告奋勇去县市 原来是被好吃的勾引去了 胡府拿出自己的小本本 里面写满了各种好吃的 西式典型都是魔人的小妖精 早晚都要到我碗里来进我嘴里来 胡府正在自嗨 突然一个人在背后冒出来 居然是花太郎 他就是四番队派来的搭档 两人的第一站就是浦原杂货铺 喜柱让公亲带着胡府 去破面出现的地方查看 公亲老大不愿意 为啥非要我去当导游啊 喜柱说 因为势必公亲啊 胡府工作的样子看起来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结束了一出的勘测 三人前往下一个地点 可是走着走着 花太郎发现丢人了 胡府不见了 下一秒 胡府从隔壁的甜品店走出来 他居然以死神的状态 买了个蛋糕 这还多亏魂魄实体光线 随便照着 就算是魂魄 看起来也跟正常人一样了 几个人正在聊着 突然 一个点心师走出了面包店大门 他看到了几个死神 吓得浑身哆嗦 原来 这是一个地腹灵 地腹灵就是被束缚在某地 离不开的灵魂 他身上的锁链 把他跟甜品店绑在了一起 一定是在这个店 有什么心愿未了 可公亲懒得了解前因后果 举起斩破刀就要进行混造 还是花太郎和胡斧抱住了公亲 这位大家别冲动 我们还是听听点心师的故事吧 点心师就在那家甜品店工作 一场意外的车祸带走了他的生命 他妈妈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 每天都带着鲜花来到车祸现场 点心师看着妈妈日渐憔悉的样子 十分心痛 他一直是学徒 还从未有机会让妈妈尝一尝他亲手做的蛋糕呢 所以点心师拜托死神们帮他个忙 他负责教死神们负责学 用他的方法给他妈妈做一个蛋糕 了却点心师的一片孝心 胡斧激动得不得了 咱快点帮忙吧 说干就干 死神们带着点心师来到浦原杂货铺 没想到浦原杂货铺的厨房居然这么干净漂亮 更没想到地妇林的铁链子居然这么长 拉到浦原杂货铺的绰绰有余 甜品师开始对大家进行魔鬼培训 首先是打奶油 胡斧一边试吃一边搅拌 再搅拌一会儿 估计奶油就都进他肚子了 花太郎负责打发蛋白 蛋白跟他这个人一样 黏黏乎乎 公斤就负责切堆 但他切的块不是大就是小 让一个拿斩破刀的死神拿菜刀 也是难为公斤了 经过一番折腾以后 蛋糕终于做好了 现在终于可以把蛋糕给甜品师的妈妈尝了嘛 甜品师心里还是没底儿 还是打算先尝尝味道 可是在场的死神们从没吃过蛋糕 不知道蛋糕本来是啥味道 还好小雨脑子灵活 把蛋糕带去给辛苦训练的茶度和炼刺肠味道 这俩人一个是现实人 一个是现实通 自然都知道蛋糕应该是啥味的 结果炼刺和茶度一人一口吃完差点见上帝 甜品师只好率领撒傻子重新做 于是炼刺和茶度又为了正义牺牲了第二次 第三个蛋糕做好了 甜品街的小白鼠炼刺和茶度 已经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了 看到须他俩都没吓成这样过 忙碌了一天的胡府和花太郎出门买东西 回来就看到甜品师十分忧伤地看着街道拐角的花 明早就是他妈妈最后一次来送花了 因为妈妈明天就搬家了 看到甜品师黯然神伤那样子 公亲胡府和花太郎也十分赶上 再次回到厨房里的三个死神 突然干气十足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软棉顺滑的奶油蛋糕终于做好了 甜品果然能促进人多巴胺的分泌 吃了就有幸福的感觉 天还没亮 甜品师妈妈就来到街角送花 他正要离开 突然听到有人叫他 公亲端着蛋糕站在街角 看到这个由甜品师亲自制点的蛋糕 妈妈热烈盈眶 仿佛真的看到了自己儿子端着蛋糕对他说 看 这是我亲手为妈妈做的蛋糕哦 可是妈妈却没有吃 他看到蛋糕 就想起了逝去的儿子 为了不赌物私人 他早就把甜品给戒了 妈妈哭着转头就走 甜品师急了 他端起蛋糕就想追过去 却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灵魂 根本拿不住蛋糕 蛋糕马上就要掉在地上 妈妈也即将跑出大家的视线 到底怎么做 才能留住妈妈 甜品师一激动 突然胸口一阵闪光 糟糕 他这是情绪波动太大 要虚化了 甜品师的能量把大虚也吸引了过来 公亲瞬间离开一孩 灰刀砍死一只虚 然后赶紧把蛋糕捡起来 可甜品师已经抱走了 他拿着铁链把妈妈捆了回来 公亲要对付大虚已经分身乏术了 花太郎和胡府拦着甜品师 让他不要失去理智 可是甜品师根本听不进去了 花太郎拔出斩破刀 实在不行 也只有大义灭魂干掉甜品师了 花太郎拎起斩破刀 砍向甜品师的胸口 斩破刀充能百分百 然后砰的一下 变成了一把水果刀 小水果刀的力量还挺大 居然帮助公亲干掉了一只基利安 这就是花太郎斩破刀的能力 斩破刀吸收了甜品师心中的伤痛 化成能量消灭了大虚 所以甜品师没有虚化 他兴冲冲地跑到妈妈面前 本想扶起妈妈 但是人鬼殊途 他知道 妈妈不可能再看到他 可妈妈睁开眼睛 却发现朝思暮想的儿子就在面前 他居然看到了儿子的灵魂 甜品师告诉妈妈 自己做的蛋糕终于完成了 妈妈含泪大吃了一斤奶油蛋糕 这是儿子亲手做的 满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呀 这次真是脱胡斧的福 多亏了十二番队的魂魄尸体光线 圆了一对母子的梦 乱居也是被诗魂界派遣 诛扎现实的死神之一 这天早晨 他听到有人按门铃 一开门却没看到人 可是为什么脚底下的触感软明明呢 乱居低头一看 魂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魂被乱居的大力金刚脚 抚慰得浑身酸痛 他结结巴巴地夸乱居 从下往上看的风景 真是相当罪人啊 这一话把乱居气得 差点把魂变成死狮子 两人正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吵 突然发现 一个小女孩的白狗玩偶 掉到河里了 她想捞玩偶 却脚踩一滑 自己也栽进了河里 这时候说啥都来不及了 乱居当机立断 掏出了一魂丸 直接扔到了白狗玩偶的嘴里 于是魂就从小狮子 变成了大白狗 他呼吱呼吱游向小姑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成功救人 可是这个小女孩醒了以后 就抱住大白狗不放 跟警察说 这一只玩偶叫新太郎 正是新太郎救了自己 魂一脸懵逼 大兄姐姐 快救我呀 我要回到死神队伍中去 乱居笑得十分猥琐 挥挥手就离开了 不带走一颗一魂丸 魂跟小女孩一起回到了她的家 这小女孩居然住高层大厦哎 在日本穷人住一户建 只有有钱人才能住 市中间的高层大厦呢 不过魂根本来不及 豪华公寓一日游 她要兢兢业业的 装成一个布偶的样子 可是小女孩好心办坏事 她拿起吹风机 给魂的玩偶身子吹干 一鼓鼓热浪 让魂差点当场自然 她嗖地跳了下来 哇 这个玩偶活过来了呀 没想到 小女孩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十分兴奋 一把抱住魂蹭蹭蹭 小女孩告诉魂 自己叫梅雪 跟妈妈一起住在这个高级公寓里 可是妈妈的工作很忙 整天不在家 而爸爸 就在几年前跟妈妈离婚了 梅雪兴冲冲地拉着魂 去玩小女孩的游戏 居然让超级猛男魂大人穿裙子 这简直是欺狗太甚 梅雪还拿了一堆奇怪的东西 往魂的嘴里散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比陆琪亚做的饭还难吃啊 魂当场把嘴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梅雪背下的眼睛瞬间涌起两望涉雷 猛男也怕女孩哭 魂只好昧着良心 放下尊严 任梅雪柔力 好不容易熬到梅雪中场休息 魂感觉自己已经奄奄一息了 眼看梅雪的下半场过家家即将开始 魂夏的赶紧提议 大家去外面玩怎么样 可是梅雪却一脸抗拒表示 自己不去外面 因为她没有朋友 也不需要朋友 说完 梅雪就哇哇大哭起来 魂夏的手忙脚乱赶紧哄 好不容易梅雪止住哭声 魂很好奇问她 既然那么讨厌去外面玩 那为什么刚才在街上乱跑呢 梅雪说 自己是想去看看旧屋 那个旧屋里 有梅雪和爸爸妈妈的回忆 可自从爸爸妈妈离婚了 她再也不能同时拥有他们两个人了 在梅雪的记忆里 旧屋是一个十分破旧 但是很宽敞的房子 那时她的爸爸妈妈恩爱地 带着梅雪和一条大白狗住在一起 那个大白狗的名字 就叫辛太郎 可是辛太郎出车祸死掉了 于是妈妈只好买了一个狗玩偶 代替辛太郎陪着梅雪 随着父母一次次的争吵 他们的感情也逐渐破裂 终于有一天 梅雪跟着妈妈一起离开了旧屋 但小梅雪多希望 自己能再回到有爸爸 也有妈妈的时光呀 魂十分同情梅雪 她决定陪着梅雪一起回旧屋看看 魂和梅雪到了旧屋前 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 只是街角的电线杆下 有一只倒了的花瓶 梅雪说 之前辛太郎就是在这里被撞死的 所以 他们会摆放花斗供奉她 说着 梅雪就去扶起那个花瓶 魂却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果然 下一秒就有一阵可怕的灵压 升腾而起 一时间 花瓶碎裂 电线杆崩塌 魂带着梅雪扭头就跑 但是又有电线杆 横在街上把魂的去路挡住了 魂和梅雪实在是无路可逃了 只好跑进旧屋 可旧屋里的东西也好像成精了 玻璃碎裂 花盆横飞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黑枪 两头大须从黑枪里走了出来 现在大须都不要钱了吗 一下就来两头啊 等他们全都出来的时候 魂才长出了一口气 哼 原来这是一只双头须 让魂很惊讶的是 梅雪居然也能模模糊糊看到须的影子 看来这孩子的灵力 也是非凡 魂带着梅雪绕着旧屋疯狂跑 大门已经被须关上了 在这个小院子里 须对这两个小端腿简直是瓮中捉鳖 魂让梅雪一人躲起来 自己吸引双头须的注意 可是魂这个软啪啪的小玩偶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变成了大须顶球啊 给大须无聊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可是魂顽强呀 拼了命地冲到大须的面前 一次次地为梅雪拖延时间 最后大须实在不耐烦了 一口把魂吞了几句 吐 这东西太难吃了 大须嚼了两下 就把魂又吐了出来 此时的魂已经遍体鳞伤 满身露棉花了 他实在爬不起来了 双头须一步步走向梅雪 小女孩蜷缩在墙角 吓得浑身哆嗦 他已经避无可避 走投无路了 只能闭着眼睛 大喊新太郎救命啊 双头须近在眼前 眼看一口就能把梅雪吞下去 可一个头 突然狠狠咬向了另一个头 就在两个头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乱局从天而降 一刀把双头须劈碎了 在双头须劈碎的那一刹那 魂看见了两只动物的灵魂 缓缓升上天空 其中一只 竟然就是梅雪养的大白狗新太郎 怪不得刚才两头须的两只头会打起来 原来是新太郎用尽最后的力气 在保护小主人呀 梅雪冲到魂的面前 把他紧紧抱住 可是魂却告诉梅雪 刚才救他的 正是新太郎本尊呢 他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梅雪呀 但是梅雪只是个小孩子 他不懂什么是默默守护 只想紧紧抱住眼前这个会说话 会动得倒白新太郎 可魂不会一直留在他身边 他严肃地告诉梅雪 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 努力结交新朋友 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不要太坚强太独立 他应该学会依赖 学会信任 学会把自己的心扉敞开 这样才能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无论是魂也好 新太郎也罢 他们都会一直看着梅雪的 警察叔叔带着梅雪的妈妈来到了旧屋 看着母女俩紧紧相拥的画面 魂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 不过最近工作厅的虚真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蓝染的冬季大战真的是近在眼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